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刚刚发生新型冠状肺炎 那么在武汉封城之后 大家或许人心惶惶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一个武汉 应该是我们要关心的是 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卫生的一个局势 那么在这个发生新型冠状肺炎的时候 心灵大师就提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羞耻法门 就是我们一起来向关心菩萨祈求祈愿文 那么师父在这个祈愿文里面有写到说 当我们发生新型肺炎疫情的时候 许多人受到了委屈 甚至苦难甚至害怕 那祈求关心菩萨的慈悲来加持 让大家更具勇气 更具智慧 大家全家一起来团结 全民来团结 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 大家要处变不经 甚至我们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 大家更要来冷静宽心 我们有些地方虽然封城了 活动停止了 但是我们更要发挥救苦救难的精神 互相关心的精神 我们一起来鼓励 让我们有信心面对这一次的挑战 我们暂时的隔离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闭关 我们当作是一个自我修持的一个因缘跟机会 那我们在这里更要来祈求关心菩萨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心中有了正念 我们心中有了力量 相信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比较能够有智慧的来处理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祈求所有全民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冷静跟安心 第一政府部门会尽量的来解除这样的一个危机 也真的感谢医务人员不休不眠的来为大家服务 当然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万一家中有发生任何成员 犯上这样的病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齐心合力 大家关怀 那如果我们在身为马来西亚非常有福报的 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疫情 也没有得到这个疾病 我们更要来修持回向给远方的这些朋友们 希望他们早日脱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我们来持送关心菩萨圣号 我们来学习他的智慧与慈悲 我们转念把这个颠倒梦想 这个转为自在 我们要回向给生病的人赶快全力 那么至于已经不幸往生的人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蒙佛接引 总而知我们大家一起提起正念 送持关心菩萨普门品 乃至心经百片千变 我们让社会更加的进化 来早日远离疫情 让大家能够更平安吉祥 所以祈求关心菩萨给我们加持更重要 我们不要杀生 不要吃野味 我们让环境更干净 我相信我们大家同心学历的话 提起正念 大家对社会的关怀 对全球的一个祝福的话 相信这个疫情一定很快能够过去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需要交流的 请在我们的专页底下留言 订阅我们的平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